或者方便,不用专用的垃圾袋,还乱扔垃圾 当局最近想到方法应付 由着台湾记者欧国强讲讲 在新北市的这个公园 有人将家里面的垃圾偷偷地拿来这里扔 就是会有好几袋会堆在树旁边 然后就是不想用转用垃圾袋这样 小小袋小小袋这样 清洁人员除了在公园四周挂上 乱扔垃圾会罚钱的警告牌 也透过闭路电视追查破坏环境的兇手 清洁人员近日想了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贴上地主公的海报 希望市民见到地主公不敢做坏事 台北市政府近日也设计了一种 可以作为专用垃圾袋的购物膠袋 分两种尺寸 分别折合港币大约两毫半和一元 希望一袋二用 购物的时候拿这个袋子 你也不用多花一块钱去买这个购物袋 因为买完装的物品之后 回来又可以当作垃圾专用袋 台北市2000年开始实施垃圾费除袋征收 新北市近年亦跟进 不过两个地方的专用垃圾袋 颜色和价格都不同 不能够互通使用 保鲜电视驻台湾记者欧国强谱 到晚了 感谢观看